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手 木耳川 原来那无辜的孩子是被你害死的 你这个禽兽 我一定让你断子绝孙 你这个畜生毁我清白 我杀了你 别别别别杀我 毁你清白的人不是我 我是受雇绑的你 说 谁雇你来的 我告诉你是谁 你能不杀我吗 我闻你话呢 你快说 木家他少爷 完成 不可能 你胡说 我看你什么时候说真话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发誓 你昏迷的时候我听见他说什么 你死活不愿意做他的一太 他只好出此下策 这样没人会让一个毁了清白的人做正法 只 只要你做了一太 他就能名正言顺继承叶家两房的财产了 就以为这个 难道他是 把我伸出来那个爸爸才无助他 可我当时 这一切都是他的安排 他让我在你醒来之后故意放你走 然后再把你赶到小夏 他等在那里装作英雄救美 只不过你意外跑到另外一条巷子 被别的男人叫走了 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兰儿 我终于娶到你了 这才刚刚开始 大少爷 不好了 不好了 这下那边出事了 故意搅和了我的洞房花烛夜 这下你满意了 看你欢欢喜喜大欢 有了新人忘了旧人 人家一时心灰意冷 想不开才寻了短见 哪知道 我已经还了你的孩子 既然怀孕了 那就好好养着吧 你答应过我 等你掌管穆家 就会娶我做仪太 可是我现在孩子都有了 你不会还让我 无名无分地跟着你吧 再等等吧 我会妥善安排你的 不行 再等下去 我肚子都要大了 现下我在府里 还是个丫头身份 那岂不是任人欺负 我才刚取到叶青岚 叶家的家产都还没有拿到 怎么可能那一胎 你这样让叶青岚怎么想 你顾及他 你就不顾及自己的亲生骨肉吗 别逼我到时候鱼死往破 你竟然敢威胁我 我哪敢威胁你啊 你狠起来连自己的亲生骨肉 都不放过 可怜叶青岚还以为是叶青青 害他流产 此次也想不到 其实是你的节奏 给我闭嘴 放手 沐儿冲 原来那无辜的孩子是被你害死的 你这个亲生 我一定让你断子绝孙 我这么多年死心塌地的跟着你 为了你做了那么多事情 你就对我这么绝情吗 你都做了些什么